歡迎收看決戰關鍵 我們剛剛談到非常多關於台灣的電力 台灣電力到底對台灣有多重要 你可以看到民生大家已經吵翻天了 還讓一個總經理 不管怎樣 我就是要下台 我就是不會管味流 另外 台積電也在生生煥啊 你不給我人才 你不給我土地 你不給我電 不給我水 我快活不下去了 而對於台灣來說 現在的缺電問題已經變成國安問題了 為什麼會變成國安問題呢 鍾柏哥 原因就是 中國的四大案件早就成形 第一案件就是能源 首先我們先來看 美國CIG長伯恩斯 禮拜四的時候他講 他說習近平他會在他的任期之內 掌握台灣 控制台灣 這是一個sign 一個簡訊 我們先來看 習近平的任期是什麼時候 第三任期到2028 第四任期的話會到2033 那也就是說距離現在最多不到9年 而他用詞也很妙 他說掌握 他說控制 他其實並沒有想到武力攻台 但其實掌握與控制要用什麼方法呢 難道有一隻無形的手嗎 原來就回到剛剛趙何所說的 習近平的四大野望 四大案件 而第一個 能源 能源 就接續我們剛來賓所講的 台灣很可能如果今天兩岸戰事開打 而習近平所用的是一種長期戰爭 是用一種封鎖台灣的策略 那麼台灣可能自己最後會撐破兩周 因為缺電 完全沒有 你說我今天買了這麼多的軍武 我還有刺身飛彈 你說我們要打向戰 軍推一大堆 但沒有能源 什麼時候幹不成 那這是怎麼推測出來的 因為2024GTS區域安全比對 由台灣智庫學者結合很多的國內玩專家 他們最後推出來說 台灣的軟肋 台灣的這個所謂的弱點 很可能就是電 台灣的能源 可是這電還欠一髮通絕生 今天如果說我們這麼多的武器 然後最後台灣因為電不夠 因為台灣現在要2025非核家園 台灣要廢核式 那在沒有電撐不過兩周的情況下 那電就會導致我們的半導體是護國神山 這個經濟賣賣也跟著被摧毀 這是骨牌效應耶 能源到半導體到經濟全垮 好 那既然是電 就是它的四大案件的第一案件 那我們就很想知道 那剛剛講第二案件是什麼 網軍啊 網軍不是台灣獨有嗎 我知道 你會覺得網軍台灣最厲害對不對 中國大陸好像都沒有什麼叫網軍 有 現在他不但讓網軍成立 他還直接給他翻號 改翻號 但是呢 習近平他身兼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他直接授齊 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 他授齊了這個我們說的戰略支援部隊 改翻號吧 黃帝直接給翻號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廢他的翻號改翻號嗎 以前你們的司令員 火箭軍貪污 解散好了 解散好了 現在 就是這個畫面 他親自授齊 他以中共中央軍會主席的身份 親自授齊 這代表什麼 以前你們亂招招 也不一定忠於我 也不是習家班 現在我直接把你們的翻號改了 你們都是習家軍 以後這個網路信息資源部隊 是直接要聽命中共中央軍委會 不就是聽命習近平嗎 好 那也剛好也把過去那些貪腐貪污 火箭軍的貪腐全部產平 或者不是習家軍的人全部產平 好 講到這個 那以後網軍的對陣 網軍的對峙 到底是台灣強還是中國大陸強 這可能就是第二大國安問題 對 中國有網軍之外 現在他們的駭客 在全國 全球 無孔不入 美國又再度示警了 別鬧了 在軍事戰場上 網軍是直接跟你對陣 但是在私底下的較勁 就是駭客 你知道這個 CI局長跟FBI局長 可以是連妹出手 FBI局長就這樣 他說現在在美國 竟然有很多潛藏的中國駭客 還給他發現他們有名字 叫做福特颱風 而且這福特颱風這些駭客 他竟然是一個團隊 而且直接聽命於中共高層 他們是完生的 就勾擊 那這個福特部隊駭客 他就潛伏在很多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 比方說電信 水利 能源 然後他們就在等到水到渠成的一刻 來做一個毀滅性的攻擊 FBI局長講這話 那絕對不是開玩笑 也不容小覷 對不對 好啦 結果呢 他們還說 我告訴你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以後 你們那些中國進來美國的聯網電動車 通通禁止進入我們的 通通有問題 通通禁止進入我們的軍事設施 為什麼 因為比方說以小米SUC 它前面不是有個激光雷達 因為自動駕駛要有激光雷達 他說你的激光雷達 就可能能夠 就是我們將我們軍事設施裡面的參數 或者是距離等等 再利用聯網 傳回到中共的高車 哎呦 FBI局長講這好恐怖 他們的國土安全部的參議員 這些美國的議員 也跟著說 這的確是一個國安問題 美國都有了 好 那再講到第三支箭 金嗎 這也會變成是一個國安問題 為什麼 你看啊 現在ECFA裡頭 它現在又將反傾銷稅 會對聚碳酸質決定要刻針 坦白說啦 雖然台灣的產業大佬都講說 這個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現在是供過於求 而且已經是鴻海市場 是沒差 但我問各位 如果中國結合了前面的電的封鎖 還有網路的攻擊 再加上駭客 再加上這些經貿的手段 一起通通亂見其發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遍體鱗傷 不過最後我想要講這個 我覺得這支箭更是鷹毒 M503航線 我想趙和大家也知道 M503航線是2015以來 我們台灣一直在抗議 但現在2024中國有小動作 最新的小動作了 你知道M503航線是這樣子的 它是在台海中線以西 然後劃設了W121、12123對不對 但是當初我們因為一直抗議 所以協商的結果就說好啦 那我們就把這個M503的航線 稍微向西 偏個六海里 但是自2024今年1月30號 它宣布這個偏制取消了 又回來了 它不就更靠近 它說話不算話 你看它現在跟我們台灣海峽中線 這快碰到了吧 很靠近了耶 我告訴你 很靠近就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 你很可能會讓我們的航班在跟你飛行的時候 因為某些因素而反撐碰撞的風險 第二個 是我空房的預警時間會少三分鐘啊 那我問各位啊 今天我們空房靠的是兩個 第一個呢 防空系統 第二個就是我們空軍艦而出動嘛 沒錯 少三分鐘 少多少 那是一個飛行員的黃金實踐 當我被通報之後 是 我收到 馬上著裝馬上上飛機 這三分鐘 騙不可 可不容緩耶 可不容緩嘛 分秒必真嘛 不過這時候突然有學者講說 我們還擔心另外一個 叫酒駕 酒駕我們還想說 喝酒開飛機 喝酒開飛機 不是 不是那個喝酒開飛機 細節在魔鬼當中 原來他講的是 因為中國不只把偏制取消 他還第一 讓這個W123 W122的向東飛行也恢復 那也就是說 你看金門機場在這 你看馬祖機場在這 這他們的飛機起降 跟我們的金門馬祖的飛機起降 以其互相的飛行 距離是不是非常的近 而且你剛剛講的一個關鍵 金門馬祖每次都有霧 什麼一大堆 空氣跟環境的因素很多 邏輯上來講 雖然是不會碰撞 但如果把你剛剛所說的氣候因素 搬機起降的延誤 再加上他們說 如果一旦中國的飛行員 突然哪一天糊裡糊塗 就有可能會碰撞 我問各位 你中國不是吃商權嗎 你明明這樣子飛 必須要多花30到40分鐘 還要多耗油 耗時耗油 你偏偏中國高層 邊要你們的航空公司 一定要這樣飛 他們說是被利用 被強迫 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讓我們對台灣的國安 再造成一個案件的傷害 來 宜佑 你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的 是今天信息支援部的陳軍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聽到習近平是拿著旗子直接 授予給他 跟他講說 這是我賜給你的 以後你就是我的人了 以後你要聽命於我 你跟我講說 這裡面有兩個層面要看 一個叫制度 一個叫管理 尤其管理方面 這是對火箭軍的一個大清掃嗎 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去看的是 我認為這一次的一個改革 是2016年以來 解放軍最大的一次改革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看這張圖 過去在2016年的時候 解放軍 他的陸軍 海軍 空軍火箭軍 他另外成立了戰略支援部隊 戰略支援部隊裡面 有什麼單位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有這個航天 就是管太空的 有管網軍的 有管這 C4 ISR的 等等這一些 好 那這一套的一個 指揮的一個架構呢 最後出了一點什麼問題 因為 當你把 管太空的 管網路 全部放在這邊 有人這麼厲害嗎 偏重英才 什麼都懂啊 什麼都管啊 可能啊 今天就變成大雜營的情況之下 你要鑽不鑽 要打不能打 就會變成你的一個 疊床家屋的系統 所以在這一次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深夜 我聽到這消息 我那個吊起來 趕快做一點研究 你們軍事軍人應該都跳起來吧 全部炸鍋了 因為我們會認為 這一件事情是接下來 我們做解放軍研究的人 最重要去觀察的一個方向 那這裡的話 特別是我們要去了解的是 他的一個單位的一個位階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部隊組織 他一定是什麼 他一定是比較科版 科程 講難聽一點 你有幾顆星星 你的關階多大 就代表你的預算有多少 你的人員有多少 你的戰力有多少 所以我們先看 戰略支援部隊 以前是跟陸海空火箭軍 同個等級 現在被降級了 降下來 然後他把它打散 變成今天有 太空的網路的 跟信息支援部隊 這三個東西 居然是跟 聯勤保障部隊 同個等級 這代表他今天 把他降成 復戰區級 那這一邊的話 我個人會認為他要學 他學的就是什麼 美國 我們用太空來做例子的話 就中國來看的話 他過去太空這一塊 沒有錯 在以前的戰略支援部隊 有一個航天系統部 然後呢 他在這個 以前的總裝備部 現在我們叫 裝備發展部 也有管火箭基地 對 太空軍在這一個 火箭軍在這一個 飛彈上面的話 也有去管一些 雷達還是空軍的 你仔細聽 四個婆婆媽媽 在管理一件事情 你會弄得好嗎 美國的話呢 它全部叫什麼 太空軍 一個單位全部搞定 單一了 就不是分散了 今天你是原本的四個 然後變成一個 今天解放軍 這一次的大軍改 就是要把太空 變成一個 類似美國太空軍 網路變成 美國那個 網路司令部 然後後面這C4INS上 也獨立出來 變成這幾個東西 全部都是在 這個司令部的等級 所以中國之前 花那麼多時間做軍改 昨天晚上 一夜又回到軍改前了 差不多是不能說軍改前 但是它的一個變化是 感覺你前面在做白宮嘛 那這裡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在管理上面 我們仔細看 以前戰略支援部隊 這邊下轄這些單位 可是現在沒有戰略支援部隊了 這幾個直接歸誰管呢 歸中央軍委會 今天為什麼是 中央軍委會來管 很簡單 就解放軍來看 他最怕的是什麼 第一個 貪腐 貪腐其實還好 你貪搭分分錢就好了 有錢好辦事 可是其實 最怕的是 叛變 我們講啊 我們從雍正王朝到一路以來 怎麼樣呢 槍桿的出政權 所以習近平聞到了 秀到這個味道 從四大軍總 把他獨立出來 砍他的這個位階了 今天第一個是位階放下放 而且把這邊 全部職位中央來管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就現在的作戰來看的話 好 你沒有這個 C4ISR 你沒有這個通訊的一個聯絡 你沒有補給 你沒有航天 沒有北斗衛星來做導航 你部隊可以打上嗎 所以他今天 你就假設哪一天 你海軍跟陸軍想叛變 你如果沒有這些技術資源的話 你完全一個毛都動不了 這個就是今天 習近平在這個軍改的時候 他同時第一個要抓戰力 要能夠可以跟美軍來並駕齊虛 第二個就是 他今天的這個管理面 要能夠可以做到全面的管理 由我中央來做直接的管控 不要有任何的亂指出來 而且裡面最關鍵一件事情是 他對於火箭軍 當時真的是非常非常氣 還記得裴洛西來台那時候 不是有大陸的導彈 從我們這邊飛過來嗎 每個國家都講的不一樣 其中有落差是什麼 原來是火箭軍有說謊 沒錯 這一邊的話 我那時候也還特別有去看 一開始的話 中國CCTV 他們中央電視台這邊 他們講的是打16發導彈 然後呢 日本說打9發 我們說打11發 中間5發跑哪去了 我們日本跟我們這邊雷達 看的是因為未知問題 5發去哪了 所以高雄這邊看不到 那5發對啊 跑哪去了 我個人認為一開始 這5發可能是發射失敗 所以我們看喔 去這2022年 裴洛西是這個8月 暑假那個時候 後來經過半年的調查 在2023年我們都看到 火箭軍司令 火箭軍的政委 那個國防部長 一連燦的血洗 這個有可能就是 今天對解放軍來說 他看到他受到了 內部的一個貪腐問題 會讓他的戰力腐敗 所以與其今天 我說什麼要這個 超音感美教訓台灣 不如我要先去抓住我內部 所以其實這一次 解放軍不管在人事上 在制度上 這一些大海變 是不是也代表了 是他今天戰力上面 可能又會再往後延 就好像我們講這個 看運動比賽 我們這個 如果說投手 他要做Tommy John 他要這個任代置換手術 他換完 他不可能明天上投手 不可能啊 他一定要幹什麼呢 他要去做熱身 他要去復健 他要打復健賽 從二軍慢慢的到一軍 從小聯盟去熱身完之後 在最後再上大聯盟 這一個過程 就是今天解放軍 在組織轉型之後 接下來他可能要面對的挑戰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 他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他在做聽證會的時候 他表情非常的嚴肅 他非常的認真 他居然講 所有的跡象表明 解放軍在滿足習近平下令的指示 他們居然沒有放棄 2027年要做好入侵台灣的準備 事後 他裡面不是只能講說 他現在中國還是沒有放棄2027 而且不但是沒有放棄2027 他說他現在剛講 已經增加了400多架的戰鬥機 20多艘的戰艦 更可怕的是 飛彈 巡弋飛彈的庫存增加一倍了 對 雖然習近平之前曾經表示說 我沒有什麼聽過什麼2027什麼2035這樣 但是 美國的這個印太司令阿基里諾跟你說 有這件事 他在國會作證的時候 他講啊 因為他是出席眾議院的這個軍事委員會 所以他絕對不會說假話 他說索爾跡象征表白 解放軍在滿足習近平主席下令的指示 要在2027年做好台灣入侵台灣的準備 所以他講的是有這回事 然後他就說 他目前會指的是說 雖然北京有非常多的挑戰 但是他們還是增加他們國防預算 他說在他上任以來的三年 解放軍增加了400多架的戰鬥機 還有20多艘的主要戰艦 然後從2020年以來 中國的彈道飛彈還有巡弋飛彈 大概也增加一倍 增加一倍 然後他說中國軍方要演練對台行動的相關措施 譬如說模擬海上還有空中的包圍和封鎖台灣 你看他們不斷的無人機來這邊飛 然後飛機來這邊飛 然後海上也是來挑戰我們驚嚇海域 北京正在採取一切行動 試圖讓台灣投降 而且剛剛講 他說中國官方國家國防預算 對 居然增加16% 對他目前為止來說是2230億 那當然 因為你看他講的這個樣子 那你看 不只他這樣說 連國防部長奧斯丁說 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國 是未來一年國防支出的主要焦點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這一次的這個國防預算裡面來說 來到了八千九百五十二億美金 這個增幅百分之一 創了這個紀錄 那裡面來說的話 裡面來說 他增加什麼 所以現在美國的國防預算 已經增加到八二十八點四兆台幣 對沒錯 他當然八千多億 比這個中國要多很多 可是他裡面來說話 他說什麼 裡面的太平洋這個威懾倡議的 這個預算大幅增加百分之八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 他針對中國的有非常多的這個項目 是針對你 你說我的總預算增加百分之一 是 但是針對中國的增加百分之八 對那同時之間他們還增加什麼 核導彈 核打擊能力 還有包括太空戰的能力 核打擊能力來說的話 他們要建所謂哥倫比亞級的 要取代現有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核子潛艇 另外包括說像導彈的防禦系統 還有太空能力等等 這些可能是未來這個美國要投資 來對付你的 好那因為我們講 太空能力來說的話 這個就有一個計劃 就被拿出來講了 而且你剛剛講 現在美國是非常認真 他之前從很多很多的訊息 兩個時間點 一個2027 一個2035 當時這2027 2035都是對台發動戰爭的時間點 習近平雖然否認 但是美國軍方還是講 他們並沒有放棄 並沒有放棄 剛剛講的那他該怎麼辦呢 事實上就說了 現在就在這個時刻 對 就在他們察覺到 中國對台灣的野心 要興風作浪的時候 星頓計劃就出來了 對 而且現在星頓計劃更多的細節出來了 對 他真的可以在空中讓地面無所對形 對 簡單來說 我要這個監控你的話 我用最先進的這個科技 於是呢 美國軍方呢 跟SpaceX呢 合作一個叫做星頓計劃 那星頓計劃來說的話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開始有一個初步的這個成果 那一開始來說 他們是打上非常多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這是伊隆馬斯克SpaceX的一個服務 它裡面來說的話 是結合現有的SpaceX的這個 這個所謂衛星 然後再加上說 美國軍方會再打上一些衛星 然後還有星鏈會打上一些衛星之後 他們組成一個叫做 這個所謂星頓計劃 那星頓計劃來說 美國軍方怎麼說呢 他說戰略監控的聖杯 戰略監控 對 也就是說 我可以把你看得非常仔細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連這個美國媒體都說 如果這個SpaceX的這個星頓計劃 如果我們想像的話 那它將改變遊戲規則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保證人道 我們先講幾件事 這個之前的時候 美國軍方不是把這個 中國的這個火箭軍啊 坐標 你的坐標啊 我都可以拍得非常清楚 可是保證人道 拍得那麼清楚 然後你知道那麼詳細的時候 習近平不是一度以為說 是我們有內奸嗎 洩漏的 我們洩漏嗎 現在有更多的這個指證是什麼 搞不好是美國拍到的 而且跟人家講 現在特別指出說 從最近這段時間 美國的飛彈跟虛擬飛彈的庫存量 增加一倍 現在對整個區域來講 最大的威脅就是它的火箭軍 就是它的飛彈部隊 那我怎麼樣去監控你的飛彈部隊 剛剛講這個星頓就非常重要 星頓厲害到什麼程度 你不但是火箭軍 你的坐標我可以抓到 還有你就在這飛彈車喔 你的飛彈車跑來跑去 也躲不過星頓的眼睛 對 沒錯 像美國到底多厲害 你看他們之前原本的最重要的 這個偵察機叫E-8C 就E-8C來說的話 最近就突然退役了 那美國說 那我們接替E-8C的這個飛機嗎 這樣怎麼辦 沒有啊 那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所以我們講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如果你真的用衛星的這個成像來說 是這樣 你看冰山你根本看不清楚 船隻你根本 船隻跟冰山幾乎一模一樣對不對 但是過去是要用所謂電針機 電針機是可以拍得比較清楚的 但是現在電針機它也不用了 那到底你是什麼 所以就有人懷疑到說是星頓計畫已經發揮作用了 好 那星頓計畫可以做什麼 寶貞你看這就是星頓計畫能夠拍到的 這密密麻麻的都是什麼 可能有這個車輛啊 有各式各樣的東西啊 然後還有這個運輸的這個東西 因為它可以穿越所謂的雲層 穿越這個煙霧還有灰塵 直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你就算在移動也會被我抓到 對 它可以完全捕捉 寶貞很簡單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些星頓計畫是結合AI的這個 這個判讀能力 就是我只要抓到之後呢 用AI去判讀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 你會往哪走 對 我就可以知道你這是什麼東西 拿這是什麼東西 我就可以完全知道非常清楚 然後加加上說 我們不是講到嗎 目前的AI成像 已經可以到非常精準的這個狀況 對 所以我可以抓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只要把這個我的AI的這個處理器 把它這個upgrade之後 我可以處理 我們昨天不是講嗎 華仁勳說是兩公里啊 美國搞不好可以用到更精密啊 幾公尺搞不好都可以做到啊 所以這個技術來說 美國目前絕對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斷定 這個星頓計畫 加上美國的AI技術來說 可能會讓未來的整個戰場的遊戲規則 完全被改變 好 導播我們看到 現在釋出了兩個照片 當然一個是比較long的 是說這整個區域的圖 區域圖裡面 我在往細下講 跟他講 你現在已經可以直接看到這個飛機的造型 這個飛機是怎樣的一個飛機 甚至飛機旁邊你的油庫 連你的車輛在旁邊 你這個車輛是怎樣的車輛 甚至你這個車輛在移動 他特別講到 他說星頓計畫組成的大型網絡 可以持續的追蹤地面移動的 彈道飛彈發射器的位置 如果這些發射器人在俄羅斯跟中國 被訪問使用的時候 你怎麼跑 你怎麼移動 我都可以抓到 所以他說這是五角大廈 幾十年來一直渴望的 戰略監視聖杯 對 也就是說我可以隨時的監控你 因為我們知道 像過去美國是用18C 那18C問題是 它有一個範圍之內 我可以抓到你沒有錯 但是問題 我大概真的涵蓋 就有沒有是五萬公里左右的位置 我是要飛進去 對 我要飛進去 但是衛星是在上面 那伊隆馬斯克的這個 已經有四千多顆 加上美國的衛星 美國軍方的衛星 還有整個為了 因應星頓的衛星來說 散佈在全球 所以我可以二十四小時的監控你 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說 這是一個大聖杯就是這樣 我們之前不是講嗎 美國最重要的叫E-8C E-8C的時候 聯合監視機目標 攻擊雷達系統的這個監測機 他過去一段時間是美國 你只要戰爭的時候 一定會派出這個E-8C 包括說1991年的這個 沙漠風暴的行動裡面來說 他就派出這個飛機 剛剛看的就是E-8C拍到的 E-8C拍到的 E-8C拍到的底下這些光點 就是射線在地面移動的車輛 對 問題是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限制 是什麼限制呢 他只能夠在 約莫是在五萬公里 五萬平方公里的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他可以同時偵測約莫是 大概六百個目標 然後約莫是他能夠搭配一個 他只能夠有一個視角 而且保證更 比較不好的是什麼 他上面要有非常多人啊 這E-8C的電震機上面 要有非常多專人 在那邊解讀 也就是一台E-8C上面 有十八個工作人員 對 工作人員 不可以有任何失誤 對 因為他船上 還是合成孔徑雷達的 這些相關的數據 E-8C上面有這麼多工作人員 對 所以你要判讀 判讀之後呢 你才知道說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才能夠下指令 那我們就講嘛 他可以監測六百個目標 問題是保證我問你 假設中國出動 所謂無人機出來的時候 那你怎麼去攔檢 干擾你怎麼會 沒有辦法 所以你知道他身上 這一次美國所謂的星頓 當然是非常厲害 所以你知道 過去一段時間呢 這個所謂E-8C怎麼厲害 他就飛出去之後 他可以即時 你看 繪製作戰的影片 作戰地圖了 我可以繪製出 那個地方的這個地圖地形是怎麼樣 然後軍方 美軍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然後敵軍在什麼地方 我們用這樣子 然後所以可以反饋 給我們地面的作戰部隊 或是空中的作戰部隊 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問題是保證 未來不需要這些東西 未來你只要有衛星 再加上AI這樣判讀之後 完全都非常清楚 所以你也不需要這些人 你不要飛到戰場上面來說 你可能還冒著這個生命危險 但是你根本就來無隱去無中 剛剛講這個E-8C在波灣戰爭的時候 剛剛講涵蓋了五萬平方公里 而且在250公里以外 我可以跟蹤六個目標 他非常厲害 他居然當時在波灣戰爭 他一開始就把十平方公尺裡面的活動目標 而且你把輪行跟普通的卡車全部分辨 分辨了以後 我怎麼樣的選擇 我怎麼樣的攻擊 他就馬上有一個作戰地圖 為什麼在波灣戰爭的時候 伊拉克的這個部隊馬上被瘫痪 因為你所有可以移動的部隊 移動的車輛 都在美國的眼皮底下 當波灣戰爭的時候 是E-8C進去之後 他已經先找到什麼 他們的伊拉克的坦克 還有飛毛腿 飛彈的發射車 都已經抓到了 我第一個時間把你完全攻擊掉之後 我取得制空拳之後 我再抓出你這個戰車的位置 我就把你完全殲滅 所以你看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戰車的 墳場 一條路上面全部都被打掉 那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我有E-8C這個強大的偵察機 可是問題是 我就講 E-8C突然之間 這麼強大的偵察機 美國就說退役了 那人家問美國軍方說 請問你的後續機種 沒有 沒有後續機種 你為什麼不需要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 星盾計畫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對美國來說的話 他們這個聖杯 是已經完成了一個狀況 而且你特別知道 現在是B-52 到了哪裡 到了關島 關島你說這個非常重要的是 它試射了 極音速武器了 最近一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說 美國好像有各式各樣的飛機 在演練 包括說AC-130 包括說KC-135 還有AC-130 等等很多飛機在飛 飛來飛去 做什麼 美國軍方就說 我們現在已經用所謂的 星盾計畫 跟這些互相的連接 因為這些都是可能 在戰場管理上面的 或者說加油機等等 我們可能 他們可能更需要 戰場即使的狀況 我們怎麼來回饋 現在美國在怎麼樣 他在測試星盾跟 星盾跟各個機種 尤其是飛機中間的 串聯程度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其實最難 為什麼 因為衛星來說的話 如果你跟地面連接很容易 可是你是在移動之中 那個速度很快的時候 我要確保 在這麼快的移動的時候 星盾還是可以 跟它互相的連接 從此之外來說的話 我們就講 星盾計畫當然是 所以說連極音速飛彈 你的走向 你的整個控制 星盾都可以在 知道 他們最近不是在發射 超極音速飛彈嗎 有些人就說 他搞不好是在測試 星盾自己的抓到的這個狀況 但是無論如何 最近他們也在發射這個 H183A的超極音速飛彈 這個也是針對 這個美國 中國而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目前為止來說 星盾計畫加上美國的AI處理能力 再加上這個目前為止 美軍劍指中國的各項的國防預算 我相信對中國來說 應該會覺得壓力非常非常大 好 提問 之前從美國所有的軍事情報 裡面就不斷的釋放消息說 2027當時兩岸最緊張的關係 因為當時 中國都是以2027作為 兩岸攻擊發動的一個時間點 可是拜登有親自去問習近平 直接問習近平說 這2027到底怎麼回事 習近平當時的說法是 我從來沒有聽過 2027沒有人跟我報告過這件事情 可是剛剛講到 今天阿基里諾出席眾議院 軍事委員會的時候 他特別講 所有的跡象表示 解放軍在滿足是習近平 下令指示 在2027年做好入侵台灣的一個準備 他特別講到 國防預算增加16% 還有剛剛講到 增加400架的戰鬥機 20艘的主要航空艦 更可怕的是2020年來 也不過才三年到四年的時間 整個中國彈道飛彈跟許易飛彈的庫存 竟然增加了一倍之多 對 你知道 拜登也不是剛出社會 他做這個時間那麼久 他以前在2015年的時候 曾經也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其實習近平那時候就開始講謊話了 所以他現在那時候 他不是跟習近平講說 其實你講的話 我都信任你 我都認為你講的是真的 那一句話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多話都是講假話 所以你今天跟我說 你沒有聽到2027 沒有聽到2025 拜登從來不會相信 你說真的有2027 當然就有2027 為什麼2027 因為2027剛好是 中共建軍100週年 建軍100週年 霸易建軍 霸易建軍100週年 同時也是什麼 也是中共21大準備要選 新人士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習近平憑什麼 要進入到第四任任期 因為他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豐功偉業 要超越什麼 鄧小平1984年的 你現在經濟已經搞砸了 你總要有一個東西 能夠交代繼續掌握政權 然後他又必須要超越1999年 跟1997年 澳門香港回歸的這個江澤民 所以他現在能夠做什麼事情 就是台灣嘛 所以他有什麼動力 可以讓他能夠再支撐在 第四任任期呢 也就只有這個理由 所以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拜登他們這個團隊 包含這個美國的所有軍隊 全部都以這個作為假想 2027就是優先到來的時間點 嚇我 真的這個時間點 而且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是 你看到中共自己講說 他國防預算增加7.2%而已 結果他說16% 他美國從來以來的情報說 他增16% 而且可以知道說 他的火箭軍也好 或者是他的彈道飛彈也好 他的數量庫存都不斷地在增加 那這些彈道飛彈的增加 其實中共吃飽沒事幹嗎 中國的解放軍難道不會說 我現在經濟狀況不好 我把這個所謂的軍事預算 全部挪到民生用途嗎 沒有這樣做啊 他還是照著這個 他經濟的行程 在強軍 還有這個所謂的軍隊增加嘛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豐功偉業 而習近平在2015年 曾經也在拜登面前 講過一件事情 他絕對不會讓前蘇聯的 這個所謂的奔解 奔壞 重蹈覆測 為什麼呢 他說當時來講的話 像個巴基夫 他們就是完全沒有意識形態的人 他們認為說 他們不會擁護共產黨 所以共產主義是好的 所以他一定要讓他共產黨 進去執政 讓他共產黨好的話 那代表說習近平他一定要什麼 用一個藉口嘛 否則來講他憑什麼來連任第四任呢 所以今天對美軍來講的話 他所有的準備 都是以2027 作為一個標的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習近平 真的有可能會有 擦槍走口動武的可能性 我們再看一下就是 這個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諾 你看他的表情 他非常嚴肅 而且一字一句 非常認真的講 他特別強調 真的有2027 而且中國正在做準備 而且剛剛講的 他的飛機增加了400艘 他的戰艦增加了20艘 他的這個所謂的飛彈 是從2020年 已經增加一倍之多了 對我們來講說 今天阿基里諾在這個 聽眾會上面講的東西 一字一句 我們看的是膽散心驚啊 因為他提到一個重點 這在國會耶 聽證耶不能說謊耶 沒錯而且呢 他的嚴謹的態度 讓他覺得說 哇你的數據都講出完了 他們的大陸的老共 他們的這些航空器 增加了非常的多 而且他說從裴若欣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他們一直把這個空中的中線給弄掉 其實這個就是開戰的準備 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他只要飛過來 我們的戰機是不是要起飛 我們戰機要起飛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軍力上的一個耗損 他說講到一個重點 他們一直來一直來 他們的空中的飛機是我們的三倍 他們弄完回去休息 我們等於一台要裝上三台用 這樣子弄了下去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我們沒有時間去做準備 我們沒有時間去做維修 所以其實這樣子走完之後 這就是等於開戰的準備了 所以他不斷在進入 比如說 侵犯我們的台海中線 對 不斷地來騷擾 你說那個騷擾在消耗我們的戰力 沒錯 他們說其實Akineo的角度來說 這個就是一種開戰的準備 我們沒有辦法好好的整備 我們的空中飛行器 我們的戰機的情況之下 如果他真的過了中線 衝場過來 我們是擋不住的 所以他的表情上來講 讓大家想到一件事情 之前印太司令部 他的上野人 戴維俊 他說過2027 感覺上老共真的就是在他 戴維俊 戴維俊 他講的 慢慢的一步一步 要把時間推移到2027 你說第一個提到2027的是 上一任的印太司令部的上將 對 菲律布戴維俊 而且他講的2027就是所謂的戴維俊窗口 沒錯 中國最可能清台的時間點 沒錯 這個就是他講的Davidson window 但是呢 他講到一個重點 這個東西就像是定時炸彈 Davidson window已經講了 時間點就是2027 而且呢 這個東西是滴答作響 已經慢慢慢慢的靠近 但是感覺上 好像美國人 比較緊張 台灣人自己好像沒那麼 沒那麼害怕 好 美國現在剛剛講到的 是大家都很緊張 甚至歐洲都很緊張 台灣不是那麼緊張 不是那麼緊張 我覺得他講 今天 國民黨的這個所謂的立法委員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陳永康 他是非常重要的海軍上將 他居然去問了邱國勝 這是退役的海軍上將 他居然怎麼講 他說現在人家已經上外太空 我們台灣的國軍 還在殺豬公 好我們先來講 這個新科立委 他真的是非常有資歷來講 軍事的事情 他是誰 他說全世界的軍事科技 以及上外太空 台灣的軍隊還在殺豬公 對他來講 我覺得是特別有感 因為他是海軍上將 他是誰呢 他就是我們現在的國防部長 邱國正的一個學長 你知道嗎 邱國正不是說兩樣的關係 越來越緊張 我都晚上睡不著覺 陳永康就一個一個來詢答他 結果呢 邱國正 我相信他從軍那麼多年 應該已經沒有被拉政過了 今天在立法院 又被拉政 他能做什麼事情 陳永康不斷的發言 對 邱國正在幹嘛 他在記筆記 沒錯 以前你看到立法委員在發言的時候 邱國正在幹嘛 跟你抬槓 沒錯 他現在在記筆記 沒錯以前邱國正就直接跟你嗆回去 反正呢 我現在來講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但是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代退的國防部長 以前我們當兵都知道嘛 代退 所以他在立法院就是那個態度 你拿我沒責 但今天陳永康在講話的時候 他一直在記筆記 然後呢 一直講說 陳永康到底講了什麼 會講到台灣還在殺豬公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過去來講的話 烏爾戰爭 還有這個 以色列那邊的戰爭的話 現在來講 都有一個平行的一個系統 所以呢 大家在進行攻擊 在防禦的時候 都是電子坐標 而我們呢 我們竟然是 直本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陸軍一張圖 海軍一張圖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我們要去對照 然後呢 我們必須要把它做成透明的 我們要必須兩張圖拿來對照 等一下 該不會我三十幾年前當兵使用的那個圖 到現在還在用吧 我覺得就是 寶傑哥你那一張圖 我也用過 所以呢 現在恐怕還是在用這張圖 他講到一個重點 你看喔 海馬斯不是在這俄物戰場上面 哇 出盡風頭嗎 第一個 海馬斯必須要怎麼樣 有個電子坐標 我們是什麼 直本 我們要怎麼去用電子坐標 而且呢 現在來講的話 陳永康講到一個重點 這兩個直本 如果對起來不對怎麼辦 這兩個如果跌上去的話 因為他的坐標比例時是不一樣的 該講的 陳永康講到我們現在有什麼 我們現在有GIS的系統校正 校正要重點 我們有民航局的台北飛航情報圖 我們有陸軍使用的這個坐標圖 我們也有海圖 欸 我有民航界的圖 我有陸軍的圖 我有海圖 我這怎麼要整合 他說一整合 剛剛講 竟然我們缺乏一個共同平台 對 這就是一個重點 海馬斯的射程高達長達300公里 大概是北台灣 南台灣都可以覆蓋 問題是當你跌圖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時間 當你跌圖下去 如果不准 我要用誰的圖 聽誰的 我要聽誰的圖 然後呢 如果是不准的話 誰敢下這個決定 把它暗設出去 如果你現在看到的是 敵軍的地方 結果呢 因為圖紙上面的一個差異 欸 這是幾萬之幾的一個 坐標的差 比例子 如果你覺得那個是地方的 敵軍的一個前進指揮所 但打進去 最後是我們台灣人的民宅 這怎麼辦 所以呢 現在全國政 只能被浪政 他們來講 他完全沒有招架人力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來講 美國人最擔心的 其實我們也是最擔心的 OK 今天不是有個好消息 說我們現在一年的 一年的這個義務役啊 我們要涉及的合格率喔 對 高達95% 而且一個人可以打18發欸 對 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都覺得說 這個東西呢 其實一點都不難 我們那個年代打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是把把子拿下來 自己拿原子比把它戳的 今天來講的話 哇 合格率是95% 大家聽得很興奮 可是 老杰哥你知道嗎 這是打幾發 18發 你只要中9發 你只要中9發 哪有這樣子的 有這麼簡單的事情嗎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一直習慣 我們報喜不報憂 給大家來看 只要打中一半就合格 我印象中的滿把是要全中啊 對 我們那個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18發 只要中9發就要合格 我覺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稀釋幾孔的事 重點是你那5%裡面一半 你都打不到嗎 然後我們現在打的又是什麼 又是這個 我看到這個 永遠無法校正 永遠無法馬上的T9萬 T9萬 竟然還在用 所以現在還在講的話 如果真的 雙方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那當美軍的設備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海馬是我們坐標對不到 第二個我們的設計裝備 我們是不是真的會使用 好 等等 今天美國印太司令阿基里諾出席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講的這些東西 是真的嗎 2027是真的嗎 我現在講的 美中大戰的結果 我個人認為北京中國必敗 因為科技落差太大了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結論 可以這樣定 但是美國有沒有為台灣要作戰的決心 這個是一個問號 大問號 好 那第二個 就是這個 現在這個印太司令阿基里諾 他說 現在中國軍方一直在演唸 模擬對台行動 他說他的例如 以模擬海上跟空中包圍封鎖台灣 封鎖台灣 這個是最有可能的想定 這個是最有可能的事情 空中海上封鎖台灣 對 他現在有沒有空中跟海上封鎖台灣的能力 我現在請問你 沒有嗎 當然有 一點問題都沒有 解放軍在空中跟海上封鎖台灣的時候 我們的天然氣只能撐11天 我們的台積電就掛了 我甚至於講 不要說空中跟海上封鎖 他只要宣布 在一個禮拜以後要封鎖 台灣經濟就垮了 就那麼簡單 就跑光光 台灣的錢 台灣的有錢人錢 電腦一敲就出去了 現在不是二戰以前還要帶個黃金 還要帶個美金 再跑不用 電腦打一打 私人飛機坐就走光光 台灣就垮掉了 只要宣布對台封鎖 這個台灣就完全是一哀鴻片野 股市馬上撲到尾林 最好第三個 那我們怎麼樣來解決 反封鎖 反空中封鎖 反海上封鎖 那怎麼辦呢 我們自己本身要想辦法的事情 今天立法院的質詢的關鍵 陳永康將軍講的是核心的問題 那現在陸軍完全沒有概念 陸軍沒概念 所以海軍幾個將領很優秀 陳永康是非常優秀的將領 那現在他要知道他先談一些基礎的東西 但是在最後在決戰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就是這個問題 他就是開始要封鎖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力反封鎖 你沒有能力反封鎖的話 你台灣就是台灣投降了 當然還有抗中保台 還有我們不是最近要搞什麼 小的巷戰直升 小的那種空中無人機嗎 那真的會打巷戰嗎 我非常保留 那民眾會留下來打嗎 我就非常保留 所以我現在講的第四個問題很簡單 那就問題很嚴肅的面對嘛 就是說他什麼時候 他會不會打台灣 會嗎 早晚來的嘛 真的假的 他早晚會打台灣嘛 然後第二點 你說他會不會怕什麼摧毀 什麼護國神山 把台積電幹掉 他會不敢幹台積電嗎 他不怕嗎 他當然不怕 他把香港都幹掉 香港是他的金雞母耶 他23條 在一夜之間把你香港幹得光光的 香港現在又變什麼樣子 他自己手上的財寶 他就把他宰了 他怕你台灣垮掉嗎 他幹嘛不怕你啊 對不對 他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們要把定性 他怎樣 他是一個 就是獨裁 極權國家 對不對 獨裁跟極權國家 他死不受到動武 只要他的 他被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被挑戰的時候 他一定動手嘛 就那麼簡單嘛 所以他早晚會打台灣 那打台灣的定義就是 當他被挑戰 他被威脅他就動手 對 那這個時間點是他 問題跟我們什麼關係 跟我們鳥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 打他 他內部出問題的時候嘛 那我們現在再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最近談到中共經濟的問題 對 中共經濟的發展 我最近在做個預測嘛 那個樣子是不是非常像 蘇聯解體前的德性嘛 對 對 如果今天中共的經濟 面臨的問題 一路下滑 就面臨到 有關 有到了蘇聯最後那個階段的話 你說他會不會冒險 冒險性是非常可能性會存在的 所以他如果當一冒險開始的時候 我們哪裡 我們還在這邊等2027嗎 我都不認為是2027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不應該講時間 應該要講說 在什麼條件情況之下 他會攻打台灣 就是他內部出現極大的紛爭 那個紛爭的模型 像什麼模型 就是像蘇聯瓦解的前戲 他一定會跟你做最後的一個拼命的一搏 因為那是他的生死之爭 好 雨萱 他們真的能打嗎 剛剛講 現在中國不是到處在作假嗎 不到處在台湖嗎 他們連白天在這個演習 他都可以假裝是夜戰 還有他今天做的一個很好笑 殲20去這個說這個 阻擋敵軍 可是你要去阻擋威嚇敵軍 怎麼會去派殲20咧 不知道寶瑞哥 你要了解喔 兩岸就算現在兵凶占圍喔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個共通點喔 就是兩岸都很擅長一件事情 你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什麼天橋把勢 嘴把勢 吹牛皮 都非常會吹牛皮 各位這個很有趣喔 他就是說解放軍來 他在宣揚我軍威武說 所以你說他解放軍也是天腳把式嘴把式 對 我來講給各位聽吧 他說我們這個殲20的戰機戰隊喔 非常厲害 有一次我們在這個出任務當中 我沒有想到竟然遇到什麼 遇到來自美國的敵機 但寶瑞哥 他有沒有跟你講出什麼敵機 沒有 大家都推估 不對啊 以殲20的戰力F16才不是他的對手 肯定是F35 他就講了 我在那邊看他盤旋啊 極轉彎啊 纏鬥啊 圍繞 最後呢 好不容易技高一籌壓到頭上 展現我軍威武 你說掌握制空權 對 講完了 結果寶瑞哥就是現在這段影片 但我們看了老半天 你知道我發現一個端倪嗎 什麼端倪 從頭到尾都只有殲20啊 沒有敵機 沒有敵機 沒有F16 也沒有F15 長空立劍 至勝先鋒欸 對 你至勝先鋒 你要有人可以治啊 但我不知道你治誰啊 你就是一堆殲20 在那邊飛來飛去 近咖遠咖 近咖遠咖 成隊列隊 而且我也不懂是 你殲20不是應該是隱形戰機嗎 隱形戰機不是決勝千里之外嗎 你幹嘛跟人家DOT FIGHT 對 DOT FIGHT各位 你知道是什麼時候流行的產物嗎 二戰實行 你是在打二戰喔 通常你應該是說 根據我們的雷達一標版長 我早就已經鎖敵於千里之外 你要立刻將他動作 你應該說我在鎖敵的時候 把他嚇死了 趕快跑 對嘛 怎麼會說我還讓他可以靠近 我的晉升知識 欸 你隱形戰機被抓包了 你還叫隱形戰機啊 你被看到就不叫隱形戰機了 人家還可以貼近你 然後還可以跟你纏鬥 所以你說這個牛皮吹帶大 反而破綻百出 對嘛 就是在開玩笑嘛 天橋把勢吹牛皮 但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沒有 他們現在跟你講 我們F35是不是講 戰力十足 什麼遼寧號 我們電子彈射 直接在航空母艦上 都可以緊急起降 所以他們搞了一個殲35 對嘛 殲35對不對 結果各位 現在這個殲35 原本應該是要媲美F35的 結果被人家發現 有一個大問題 什麼大問題 根本沒辦法 載航母錘子起降 因為它的油耗藥 它的油載量 以及彈載量 嚴重的不足 這就是重量的原理 好不好 牛頓定力 這很簡單的 你太重了 所以根本彈不出去 所以他們就講了 好啦好啦 或許解放軍事有一些改良 機型隱藏在我們不知道 為人所知的角落 所以有可能進行這樣操作 但事實上呢 他們這個審明是一個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 國家安全研究院的所長 講出了大實話 他說啊 我們其實喔 現在很多喔 這個我們解放軍喔 各個軍隊 比如說海軍空軍 都喜歡用這種 虛假作戰能力 虛假作戰 就代表吹牛皮 大家喜歡互相吹牛皮 我很強 我更強 我比你來更強 然後大家大部分的經費 各位記不記得 解放軍最大的經費 軍方經費是花在哪裡 宣傳 他說我覺得這個文化不太好 大家這樣如果互相追牛皮下去喔 說是我們戰力呢 什麼還勝過美國F-22 實在有點太誇張了 詹寶傑哥 他話講完了 是不是很中肯 是不是很重聽 結果你在網路上搜尋 在內部搜尋 完全聽不到這個聲音 等於是審明是他的 他的口號跟他的理念 也被消滅了嘛 因為你不允許你講 這麼嚴重的事情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是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 報內幕話題 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有意大眾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 謝謝